本港疫情第三波爆發 有超過三成確診者是長者 情況令人憂慮 今集請來林永和醫生 談談有關話題 星星未屈傳就有劉俊謙 蔡詩韻和朱柏康 跟大家談談氣經和直經 歡迎收看今晚趁熱吃 本港的疫情持續爆發 今天的新增確診數字是58宗 當中的50宗是本地感染個案 當中還有巴士司機 巴士公司作出了相關病毒檢測 以及車廂的清潔消毒行動 的士也是另一個高危公共交通工具 政府會為的士司機 提供免費的病毒檢測 由星期一開始 記得開始預約 高風險的人士除了一眾司機之外 其實還有一群長者 第三波新冠肺炎爆發 昨天確診數字是67宗 成為單日的新高 第三波確診中 有超過36%都是65歲以上的長者 不知道老大記如何看待這件事 現在新冠肺炎也很厲害 自己是否擔心… 人們都會擔心 是… 這些會自命的 擔心,擔心不來 擔心每個人都擔心 自己會否減少下街 這裡一定的 別說公交也不敢搭 隨便都說 總之人多地方都會儘量避 買菜會否很少人擔心 自己煮多了… 但也自己下去買 是超市的 當然是街市也少,你去超市 起碼乾淨一點 你買東西就沒有,不少外出 不少外出就有 連工都不光,沒有香港 擔心家裡的老人家或家人 是高危一族,怕他們感染嗎 也很擔心的… 儘量讓他們避免去高危的地方 很多老人家都堅持要外出 可能在口罩或怎樣 儘量少外出 幫他們買外賣也沒辦法 疫情之下,社區仍然有腦有記的蹤影 不過護老院就明顯少了家屬探訪 門口亦不見有院友出入 疫情期間,果然大家都不敢掉耳輕心 儘量減少出家聚集 人沒事才能做到世界孤軍 無論是年輕人還是老友 大家都要身心健康 一起打染疫症 在剛才的影片中 我們聽得最多的兩個字就是擔心 大家都說很擔心 當然值得擔心 因為這波疫情始終來勢洶洶 但有時候我們很擔心 老人家不擔心 因為真的很害怕,對吧 所以這件事現在挺難平衡 面對著這種心理上很矛盾 我們今天請來家庭醫生 婚姻及家庭治療師林永和醫生 跟我們一起談談 可以如何舒緩這種心理上的恐慌 林醫生,你好 我們又見了 當然剛才提到 這波中有三成的感染者 都是65歲以上的腦有記者 而我們已經連續第四天有患者去世 都是高年紀的人士 其實這波疫情對長者的衝擊很大 對,因為這波和上兩波的不同 由所謂的本地爆發 社區差不多19區都有爆發的定點 而長者來說 我們知道病情通常會較嚴重 再加上本身有很多慢性疾病 死亡率會較高 而且用藥方面也有很多要避忌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軟射爆發時 跟著很多其他人各方面 我們都很擔心會受感染 所以整個社區 大家都來慢著很擔心的氣氛 我們在醫務所 其實很多人很害怕自己的爆發 會感染到 很多人都會要求我們做一些 心狼體力測試 有些是為自己不要受感染 也有很多人很擔心家人 尤其是長者會受感染 希望自己早點找到隔離 就不要傳染他們 其實這個長者死亡率 我們也知道一直都是高的 如果我們家人是老人家 例如我會看到有時家屬的老人家 現在夏天 他們很怕經常戴上口罩 有焗汗 有時他們的氣有蓄 如何可以安撫他們這種心情 令他們對抗疫症時 更加嚴陣以待 對,如剛才所說 有時他們害怕才會跟著 例如戴口罩或不去外面 但又不想太害怕 所以我們家庭希望可以做到這個角色 幫我們做一個平衡 我想有些長者每天都要去買菜 或去茶居或散步 我想有些習慣 他們可能習慣了很難改善 不過我想明天星期六 都是一些家庭時 大家可能留在家裡 或是有孫子或是家人 儘量像握著他們 讓他們像在家裡,不要外出 再加上可能多聽他們 或灌輸一些意識 看看能否趁這兩天有改變 希望我們可以謹慎一點 如果外出,我們戴口罩、搜捕衛生 希望做足一點 或是買菜,希望我們可以幫他們買 當然,如剛才所說 如果大家對疫情掌握得不夠多 就會很擔心 當然其中一個辦法 就是可以多鼓勵人做測試 如果做到更多的測試 其實大家就知道 疫情究竟散步有多厲害 或者自己有否受感染 好像這波疫情雖然來勢洶洶 但反而我們這次要做測試 是否相對會比較簡單 對,其實市民接受測試 亦會接受多了 因為真的可能很多… 譬如職業或住某些屋邨 或去過某些食肆 剛才說過有些來診所 其實很多人都很願意做 最初不會像餵疾忌醫一樣 如果做的,亦很簡單 因為我們可以安排 回家留了口水一半 交到指定的地點 因為衛生署方便了很多 亦有私家醫院、私家診所 或者急症室都可以安排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如果有一點不舒服 就盡快做測試 為自己和衛生的人 希望可以減少傳播 因為現在疫情到達一個關鍵位置 如果這十多天我們無法控制 其實我們可以說幾何級數 我們可能守不住 其實現在這個測試的準確度 非常高 其實我們以前做鼻採樣本 可以說做了一些配對 其實用口水可以說九成準確 所以也可以順賴 這個測試其實是更簡單的 沒有說過老人家會覺得容易做了 我們年輕人也會覺得… 接受一點 容易接受了 對,容易接受了 如果在家裡的情況 如果家裡真的有老人家一起同住 但我們真的要上班 不是每個人都會從家工作 那怎樣可以更加進行一步 令全家人更加安心 是否一定要分房間睡 其實如果長者可以少點外出 例如我們剛才說買菜 或者可能安排一些照顧相 希望可以安排得好一點 首先不要外出感染 至於在家裡 我想如果有任何人有一點不舒服 就立即看醫生,做測試 另外如果吃飯可以用功快 或者分開一點 始終可以減少一些不必要的感染 林醫生,我知道你說過 有些情況你也遇到不少的家庭 就像家裡的年輕人 除了擔心自己有沒有感染 其實更加擔心家裡的老人家 對,這一波我們發覺很多… 除了自己感染,擔心之外 其實很多年輕人也知道自己感染了 可能病情不太複雜 但很擔心家裡的人 例如我們做家庭醫生 很多一家大小一起看 也曾經有個年輕人,平時很乖 其實他很少病症 不過來到時就要求做測試 問的時候,他立即哭了 其實他就說 你知道吧,父母也是看你的 其實他們的病… 很多這些慢性疾病 其實他很擔心感染家人 所以有點不舒服 他也想做測試,避免感染他們 我們每天都會看很多新聞資訊 提及確診數字等等 剛才他提到 我們心理上會有一個不平衡 究竟我要過分擔心 還是我要做好自己便足夠 如何可以心理上平衡到這方面的矛盾 對,其實差不多半年了 我想大家可能有些抗疫疲勞 不過我想大家不要想太遠 其實做好這兩個星期 大家戴口罩、搜捕衛生 在街上不要張眼睛、鼻鼻摸口 另外保護家人,尤其是長者 我們先留意這幾天 逐天… 希望將自己做好本分 緊守崗位這件事做好 不要想太遠 林醫生,如果簡單單 你覺得政府有甚麼可以實施 令疫情有機會快點減退 我想希望可以加大測試 例如高危群組 如現在說的士司機 或公共交通司機都希望可以做到 院舍、物業管理和食肆員工 希望可以盡快做一些測試 可以找到一些隱形的傳播鏈 避免社區再打發 是,謝謝林醫生出來了 我們會繼續緊守崗位 送給大家最新的疫情資訊 你們也要緊守崗位 做好自己的防疫措施 待會回來就有星星味俱傳 請來嘉賓土地談談 待會回來繼續 今晚趁熱吃… 歡迎三位上來我們的星星味俱傳 歡迎三位上來 我們請你上來 你們也會帶點東西來給我們認識 竟然是炮谷和熱狗 這些擺明居馬 就是入戲院會買的食物 對 但我聽江湖傳聞 通常一些演員說 看戲的時候我只看演技 我不會吃東西分心 是否真的?這個傳聞 這些都是傳聞 你們會否一直看劇 或是看劇,一直吃東西 我當然會 我入戲院時一定要有炮谷 是 一定要有一杯可樂 很貼地,跟觀眾一起開心吃東西 沒錯,可一定要 我知道你們借票時也會跟觀眾交流 你們有甚麼跟觀眾… 除了剛才說吃東西 有難忘的分享 分享一套電影拍攝得如何 感覺如何 其實前陣子我們跑了很多場 幻…幻的借票場 情況是很印象的 因為很久沒有覺得戲院的觀眾 是很投入的 又會問很多問題 而且發生過一些很特別的經歷 曉雯,可以說一下嗎 尤其是我們去屯門借票 然後他們超級熱情 意想不到他們很喜歡 甚至覺得很有共鳴 因為這個地方是他們自己生活的地方 很深刻是有個觀眾 他結束後特意跟我們聊天 然後他說得都哭了 他覺得這套電影很感動 然後發生過的事情 都是他發生過的事情 然後很觸動他 還跟導演說給了他一個希望 說到借票,我覺得近年也很流行 演員、導演去借票 你們三位以前都做了很多舞台劇 以前直接面對觀眾 觀眾的反應是怎樣 立即給予你,笑好、笑好 其實拍攝電影 拍完後不知道是怎樣的 現在可以回到借票場 好像以前回來做舞台的感覺 反而有很喜歡、很舒服 很喜歡那種感覺 我比較熟悉的感覺 因為我們演舞台劇 也有很多演後座談會 現在借票的狀態 也像我們演舞台劇時的演後座談會 而且劇場已經封了很久 也沒有演舞台劇的機會 所以在借票的過程中 有親切的感覺 回到舞台的感覺 沒錯… 兩位呢 還有你去到戲院 很多時候演舞台 你會感受到空間有一種氣氛 到底觀眾是否投入 很多東西都能即時感受到 例如觀眾的問題 他們有甚麼當下的反應 這些很即時的感受 其實跟以前演舞台劇的感覺 也很像 對,最喜歡的就是可以面對面 親身聽和感受觀眾給的回饋 在這段時間… 你們有印象很深 有哪個觀眾問過一條很奇怪 或是你印象很深的問題 有嗎?你們幾個 在借票的時間 說很好看,你做得很好看 我們有很多觀眾問 關於我們的電影的結尾是怎樣的 他們很想套到導演的標準答案是甚麼 因為我們演戲的結尾比較沒有標準答案 對,所以我很想… 比較好玩 對,很想套他 其實看觀眾的反應 看到他們感動 會否反而被他們感動 或者我再看大漫的自己 我感動的也會被自己感動 會的,因為我想最大的滿足感 除了票房是一件事 但很直接的就是觀眾和當下的反應 例如事師剛才分享的 有些觀眾可能評論自己的生命 明白了一些事情,跟我們分享 這件事是很感動的 是 提到票房 其實你們演的兩部電影 在這段時間,其實票房的反應挺好 老實說,大家的口碑 有個不幸的 現在疫情,戲院又要停止 但沒辦法 但你們幾位如何看 例如疫情過後,戲院又重開 繼續想,有甚麼期望 或者這段時間會做甚麼 沒有,你問我 關於疫情整個大環境 這件事就沒辦法 就像你所說 當然希望如果戲院重開的時候 我們這些已經有在的電影再上 當然希望多些觀眾看 而且正正因為現在的疫情 整個行業幾乎都停止了 所以更加需要觀眾支持 如果沒有觀眾的話 我想我們也沒多多少電影 也不會的 如果他們為了一套票房那麼好 可能趁這段時間儲存口碑 即是靠看了觀眾散開的時候 對… 開的時候就感謝你 今天你請我們吃東西 我們沒理由招呼他們 對,我有這個招待 有請我們的Pinky姐出場了 Pinky姐是我們是殺手的名字 你請我們吃兩碗小小的… 你看Pinky姐多大餐準備 對,兩位…三位都是… 不是… 目中無法理會 我們是屬於,不懂得計算 我希望你會打媽媽 對嗎… 首先問這個問題 阿俊謙和Cecelia先 你們現在是一對小情人 但你們派宣傳的時候 有哪個主動高霸仙 如果你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請吃這個吧 甚麼 是 她的年份是1986年的藍芝士 她是否要整塊吃光 真不知 就是她們要… 如果她可以,我可以的 我問一下… 本身是否吃芝士 她比較喜歡吃 紅芝士呢 我沒有吃過紅芝士 好像還可以的 還可以嗎 還不夠草味 那些人還不夠濃 對,你覺得這個比較容易吃 還是比較容易回答 那… 我個人很大方 我回答你加吃 好… 好… 先回答你的問題 好 我做主動的 對 如何主動呢 如何主動… 你這是第二條問題 這是第二條問題 第二條… 第二條… 好,先吃 男友、女友,可以一起陪你吃嗎 一起吃 其實挺好吃的 應該可以的 那也不是懲罰 不會吧 是獎勵… 其實你一定會想吃這塊 你應該… 其實可能是想吃碟子 好… 這個情況太大了 就是未免珠康 好… 你跟Stephy拍攝這部電影 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但我們的同事也比較殘忍 要你回答Stephy的缺點 不可以說好那邊 例如太美、太溫柔 真的要缺點 你會選甚麼呢 如果不想回答 就可以… 這個食物 這個比較鮮 我覺得這個維和感很強 它是酸薑皮蛋 三文治 中西後的味道 它會發明出來的 加油 其實也不是很難… 你想問一問嗎 你本身可以嗎 我… 我可以一塊皮蛋 太多就不行 現在算是太多了 太多了… 那你會選擇回答還是… 我會選擇回答 她的缺點就是她的男朋友 那為何是缺點 因為我沒有行業 即是你不可以像她們這樣 就是了 你曾經有想過,希望可以 對,我現在還在想 真的… 那你想試試嗎?不試了 我看到有些塵 我看到鋪了一些塵 對,陳年皮蛋當然有些塵 這麼厲害 對 年份… 但不能吃的 Pinky姐的年份 皮蛋是… 已經封了塵,是否… 吃了的話,你更熟,好嗎 那你會否要她的答案 可以吧 謝謝 沒甚麼驚喜 可以吧 可以 看你的演技答舊 好… 期待在戲院重開時 除了可以看她們兩套戲 有其他電影也可以看 對,我很期待 有韓國的喪屍片 還有荷里活的動作電影 希望快點可以去看 今天謝謝三位 最重要是拍多些好東西給我們看 好 例如皮蛋、芝士等 一起… 有東西一起拍,有東西一起吃 對嗎?很興奮 有好東西吃應該怎樣 有好東西吃,當然是報料給我們 我們的報料是65323739 下星期一至五 繼續有我們的… 今晚趁熱吃 今晚趁熱吃 再見… 再見 疫情之下,很多歌手都無法開演 Ginny昨晚透過網上直播 跟粉絲見面 還創了幾首歌 來滿足粉絲的要求 她也希望日後可以做多些 這類型的活動 隔了這麼久 因為今年很特別 很多事情都不可以很正常進行 所以我也希望在線上的… 我們會每兩個星期的星期四 都會做一次 希望可以帶出一些鼓勵 正能量給聽眾 是 今晚看到Ginny轉了齊音髮型 原來即將推出 廣東專輯的新形象 她表示早前要在四天之內 拍攝三個音樂錄影 對她來說是一個演技的大考驗 很重要 不是平時音樂錄影很漂亮 像那些行蹊蹊的 但真的是演員的演戲 對,整個製作都是很電影的製作 所以我自己也很期待 下星期可以看 但你別忘記了 如果演戲之後很喜歡 其實喜歡,一直都喜歡 但也需要有勇氣 因為我覺得演戲真的很難 陳詠欣、張文杰最近 去到電台宣傳ViuTV劇集 《地產仔》 提到Yanny為劇集唱片尾曲 《每一秒等待》 她表示歌曲的內容很有意思 其實那首歌好像是唱出我和胡菲之間的愛情 我等待她 但其實她也忍耀著很多東西 可能大家在一個很迷失 很黑暗的時間的時候 希望、盼望著柱光 但這次跟吳兆軒這個型格 盈莫勝女這麼受歡迎 會否也打算再合作 其實有機會也當然希望 因為我覺得吳兆軒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她的腦筋轉得很快 而且她也很穩定 兩人表示這部劇的台前幕後 都相處融合 拍劇期間 導演還為演員慶祝生日 令張文杰這個大男人 都覺得很感動 很感動,但在現場很想哭 因為很少可以一邊開工 拍戲,真的拍戲 你在演戲的同時 有人在後面拿出蛋糕 你根本無法反映 但她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她們很厲害 這位導演很厲害,給你驚訝 《地產仔》這個星期 將會進入高潮 大家想知道最後有甚麼突破性的發展 真的要密切留意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一有新片立即通知你